好我們現在已經有模型了接下來我們要綁骨架 在綁骨架之前我們現在要分析一下我們之後這個 動態要怎麼做 因為其實骨架可以綁得很簡單也可以綁得很複雜 好目前我們這一個雞蛋我們要想要做落下的動態 所以他其實我們會牽扯到一個什麼 部分第一顆他位移 他位移落下去彈 所以基本上骨頭一根骨頭就可以去控制他的位移了 再來就是我們希望他接觸到的時候物件 彈會有點碰到會有點縮放 讓他有點力量傳導的感覺 縮放 這一根骨頭也可以做Scale的方式 來做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彈掉下來後會滾動 會有旋轉 所以我們會需要 一些控制 像這 這個 彈 我們如果綁一根骨頭的話 他的旋轉中心就不會是在彈的中心 所以我們會需要做一些調整 好這就是 這顆彈我們會需要的部分 好我們現在開始建立我們的骨頭 Shift A Armature Single Bone 然後我們一樣把它切到 用在 Object Property 骨頭的Object Property Viewport Display 我們把In Front打開 好 我們就可以 進到Edit 進入編輯模式 GZ 好 這樣這樣的話 我們看骨頭 我們關節都要對準 所以這裡我們可以利用 之前學過的 的 Cursor 選到 起點 GZ Cursor to select 我們回到骨頭 Edit Cursor Select to Cursor 這樣我們就可以 將骨頭對得很齊 好 這裡 骨頭 我們會把Name打開 骨頭通常都我們要命名 不然之後骨頭越綁越多 我們會 都不知道 我們哪一根骨頭是哪一根骨頭 好我們這根骨頭叫 Egg 好 像這樣的話我們一根骨頭 其實就可以控制這個蛋了嘛 其實我們就之前講過的是 我們盡量不要用物件去直接做動態 因為其實這樣的話其實不好編修 當然現在一根骨頭對一個物件其實 是 很蠻直覺的啦 不會有很多的 動畫會分別在物件上 但是我們之後會有一些比較細部的控制 好 我們現在就先將骨頭跟蛋先做連結 在Object Mode Ctrl P 像我們這個只有一個 只有一根骨頭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權重不權重 所以我們就automatic weight就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 Compose Mode 我們可以如何控制我們的蛋 位移 旋轉 多放 好 好 這裡 其實這樣的話的骨頭 其實已經我們可以拿來做動態 不過再來就是我們要想要我們 動作更更進一步的話 我們要如何做 像 骨 像這顆蛋我們要碰到要做縮放的話 Scale Shift Z 你切到 Shift Z 來控制它 我們把軸向先開起來 Skill 我們可以用這樣方式來做蛋的縮放 可是這個這樣目前這樣的股價有一個缺點就是 我蛋 Skill 我只能針對這個軸向去做 可是問題是蛋落下後它會旋轉 旋轉 像我們的Scale 就沒辦法 沒辦法讓我們 依照我們想要的方向去控制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這個骨架 我們沒辦法直接這樣子使用 一根骨頭 其實我們能可調空間太少了 所以我們會在針對這個骨架 再做更一些進一步的調整 好針對骨頭縮放 目前只有一個走向 而且我們看 蛋基本上跟球形是一樣的 它要滾動 要滾動 所以它的中心點應該要在它蛋的中心 可是像骨頭這樣的話 我們的中心只能在它的根部 所以我們這裡我們要做一些調整 好 我們進到回到Eddie Mode 好 骨頭 這裡我會先把軸向打開 OK 就是方便我們觀察軸向 從側邊 在這裡 我們在創建一根骨頭 1 1 1 2 Z長出來 好像骨頭之間會被 擋住這件事情 我們要怎麼解決呢 我們在骨頭的顯示 我們選到物件 骨頭 單根骨頭顯示 我們把Visibility 在Viewport Display 我們把它改成 Wire 線模式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骨頭之間 會不會擋住了這個問題 就可以看到 好 這根骨頭 創建出來 其實目的是為了 我要找一個控制器 1 Y 這裡 要注意 我拿來之後 我要拿來做控制器的骨頭 我會把它做 這個往後長 因為你有沒有注意到 Global的XYZ軸 上面是Z 所以我希望我的控制器之後 也是Z軸朝上 所以 如果我要拿來當控制器的骨頭 我都會 把它 往Z的方向這樣長 這樣他XYZ的軸向 就跟世界軸型是一樣的 好 這根骨頭 我們就不需要 刪掉 AltP Create Parent 好 再來 我們這根骨頭 是他整體 整體的位移嘛 所以我們把這根骨頭 可以Parent給他 CtrlP Keep Offset 這樣的話 我們在Post Mode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這根骨頭為中心 來旋轉我們的蛋 這是一個最基礎的 好 再來就是 骨頭 這根骨頭 其實我們是拿來 控制蛋的權重 可是如果這根骨頭 我們有做Scale 做縮放的話 他的中心 目前的中心 是在這裡 這樣縮放 縮放的話 他的中心可能 像如果我們是用 其他模式 去縮的話 他軸心 可能會 偏離 像如果以世界中心 我們來說的話 他軸心偏離 所以我們的根部的位置 就不會再是 就會跑掉 所以我們這裡 我也會再做一個 根部的骨頭 這根骨頭 命名叫root 這根骨頭 命名叫 好 然後我們再把主要這根骨頭 parent給我們的這個 keep offset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 在post mode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一個 中心 根部的位置 跟 我們中心的位置 然後我們這一根骨頭 就負責 蛋的權重 好像這樣的話 我這樣的話 的骨架控制 我就可以 至少軸心 軸心的部分 已經有了好的控制